小羊點心鋪開飯囉 歡迎收聽小羊點心鋪 我是德聖麥片 今天是星期六耶 歡迎你跟我一起來享用 這段關於德聖的經文 今天的經文是在哥林多前書16章13節 你們勿要警醒 在針道上站立的穩 要做大丈夫 要剛強 德聖麥片 你在打電動啊 這週你的動作很快耶 作文這麼快就寫完了 啊什麼 啊耶耶耶我把小豬打敗了 作文啊你的作文不是都要煩惱很久才寫完嗎 啊啊 對耶有作文 我都忘了 忘了 所以你還沒寫啊 現在都8點了耶 啊啊怎麼辦啦 楊老闆 來不及了 你可以 幫我想嗎 德聖麥片 最近你打電動太入迷了 打電動不是不好 而是我們也要警醒 就是小心我的心思都被電動控制 這樣很容易在混亂裡 最後吃虧的是自己 你本來可以睡飽一點 但現在要熬夜敢作文 是不是陰小失大啊 我只能為你加油囉 那怎麼辦啦 楊老闆 你就寫一篇都是電動惹的貨 如何 啊 不要啦 楊老闆 你幫幫我 美 楊老闆悄悄話 親愛的小朋友 聖經中說要警醒 我們才能站立的穩 是因為生活中有許多次要的事 影響我們的原本計劃 變得混亂沒秩序 當我們能夠學習把重要 優先的事先完成 就會發現時間更能有效的運用 不單是課業上 玩的時間也會變多 當然 這不是一下就能做到 而是要不斷練習的 也需要靠上帝智慧的話語 幫助我們做出最好的選擇喔 讓我們 在一起來背誦這段經文吧 在哥林多前書 16章 13節 你們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 站立的穩 要做大丈夫 要剛強 你們勿要警醒 在真道上站立的穩 要做大丈夫 要剛強 你都記住了嗎 讓我們 一起來用這段經文 來禱告 親愛的天父 幫助我 在每一個大小事上 都能警醒 練習 節制 當我 有困難做決定的時候 我可以祈求你 聖靈 提醒我 什麼是最好的選擇 並且 生過自己的懶惰 和不喜歡 完成重要的事情 感謝祷告 是奉主的名 阿們 中共 林浪 它是